上面其实对比赛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因为确实当比赛的时候 可能肾上腺素掉起来的话 可能上边并没有过多在意到 但是对于我整个备战的影响比较大 然后也是在备战期间没有一个 没有足够的系统训练 所以导致其实比赛中心里可能确实会 有一些没有那么有底 然后对于比赛的心态变化 包括调整 其实我觉得我能在最后决赛中 把自己的整个心态调整过来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 本次比赛中我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一点